影片開始前先跟各位說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應該知道三天後 也就是5月22號星期日是Ziko我本人生日 我本來是打算星期日那一天晚上吃完飯慶生之後 回家開直播抽卡跟觀眾做一個生日抽卡直播聊天 但是我一直認真思考後我發現 如果我沒有在禮拜五那一天當天抽卡的話 畢竟禮拜五那一天是第七賽季剛好一個新賽季更新 如果沒有在那天抽卡是在禮拜日抽的話 那個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 那一天慶生的話這樣子我就很趕 吃飯卻吃得很趕 會有一種壓迫感的感覺 所以我在這邊宣布 禮拜日的生日直播我們改成禮拜五 所以就是明天5月20號星期五晚上10點半 我會開生日抽卡直播 一年只有一次生日抽卡直播 一定要爆抽一波好不好 所以各位 明天不管你有沒有事情 不管怎麼樣 希望你們都來看一下我這個直播 我只能先跟各位說 明天抽卡直播的金額 應該是我開頻道有史以來最高的一次 應該是啦 所以各位麻煩你們期待一下吧 It's hard to breathe but that's alright 然後更新520好不好 非常棒的一個日子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先來看一下這一次提前預告吧 啊對了 這次更新預告的音樂一樣有版權 所以你們現在聽的音樂 不是原本影片中的音樂 我們是後製拉掉 補上自己的音樂 不然中了音樂版權 什麼都不用玩了 Pin Diamond Plaza 粉撰廣場是不是 那各位底下有看到 這裡有寫一個 這是for赤世代的版本 所以你們本世代的呢 好不好 我就不多說什麼了 本世代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這是赤世代 底下有寫一個赤世代 這個大佬是赤世代的 喔唷 M病坐在一個腳踏車 哇靠 傻一個煙火是怎樣 What the fuck What the hell各位 等一下 我剛才看的這個感覺 這媽這是漫威電影嗎 我是在看漫威電影 還是在看NBA2K22的更新啊 那現在首先有一個 920M病坐在一個腳踏車身上 哇出來這個架式 然後你們去聽這個音樂 超級像漫威的 哇這怎樣 傻這個飛鴻女巫是不是 飛鴻鉛筆是不是 你看 這個開頭 根本漫威啊 哇這也是 哇靠 喔目前就是一個開場 這配合肌肉賽是不是 哇字母哥一個單手隔扣啊 結果公路被淘汰啊 哈德一個回拉啊 哇這個配合好帥喔 喔突然跑出一個腳霸 天狗腳霸 Alan Eriksen 喔嘎內 所以這是以前的老時代球員 在配上新時代球員嗎 聽Duncan Bill Russell 喔 Oraji 怎麼那麼多以前的上古神獸啊 Curry Jordan 哇這個灌籃是怎樣啊 很氣氮喔 那這個灌籃這個後製這個特效 2K美術組真的要加薪啦 Ellerverse 直接蓋 這什麼東西 喔應該是新獎勵喔 這個MB應該是新獎勵 左邊有一個獎勵的英文 喔吉祥物 這吉祥物是快艇跟 芝加哥公牛還有騎士隊 左邊那個我沒看到 喔 來了各位 噴射飛天背包 噴射背包啊 噴射背包只在刺絲帶有沒有 刺絲帶才有這個噴射背包啊 哇那個本次帶真的是有點可憐啊 Pin Diamond Plaza 哇這個是怎樣 Jordan Quiz Paul 啊Quiz Paul被淘汰了 真可惜 喔來了 重點來了 本次的第一個重點來了 Ellerverse 無敵版Ellerverse 我只能講這張卡 應該是蠻普通的 因為他這個身高模型 就有點吃虧啊 其實他全球就有一樣身高模型 哇這個M-Beam 這M-Beam怒吼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M-Beam 這JordanM-Beam 怎麼做得那麼像Magee 有沒有看到嗎 這個M-Beam怒吼很像Magee 左邊這個紅色的很像Magee 右邊這個 哇超帥 這賽亞人爆發 哇你看 這次是C-7-7 第七賽季假掰英雄 哇假掰英雄啊 好囉 來了各位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每次看預告的重點 Level 1 Galaxy Oppo Zion 等於說你第一賽季 第一等 你一等 他就會送你一個銀河 這樣威連森 那威連森都沒有上場 給我這個有什麼條用 沒有來看笑的啦 那這邊有一個 Champion VS什麼 Challenges 是不是 冠軍VS挑戰 應該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有Curry KD Yokic 字母哥 M-Beam 都是新一代球員 右邊呢 這張應該也是獎勵卡吧 我不知道 Tim Hardaway 不是Painty Hardaway 是Tim Hardaway 這個身高模型 我看喔 應該也是爛的啦 這張卡應該也沒有人用 Tile沒有屁用 底下有Jimmy Butler 然後這個是什麼 Jordan Paul Chris Paul LvL40 40等會有NBA吉祥物 還有噴射背包超帥 LvL30 30等會有陣營的吉祥物 那40等是NBA吉祥物 30等是陣營吉祥物 各位要分清楚 36等的話 會有Duck Matter Russell Westbrook 暗物質微少 那給我這個有什麼P用 底下有New Music 就是新的音樂版權啊 右邊有什麼新的衣服 是不是 新的衣服跟新的什麼 這裡怎麼有一個TKO啊 TKO是新模式是不是 再來最底下這些 有刺青VCB 新的帽子 應該是外觀服飾 徽章 那這些動作之類的 反正底下這些就是 每一賽季新更新的 一些小玩意兒啦 OK 剛才帶各位看完 漫威新電影預告之後 馬上就來看文案的部分 NBA2K222 第七賽季來啦 預計閱讀時間 3分鐘47秒 啊如果沒有到達這個時間會怎樣 機器會變大也變小 絕卡喔 象徵著 新時代開啟的第七賽季 英雄歸來 將贏回家喻戶曉的籃球明星 而迅速崛起的超級巨星 將為自己康莊大道鋪陳 哎呦 反正這就是這一次的封面 英雄形形色色他們被負責巨大的壓力 能在逆境中力爭上游 那這些就是一堆屁話 跟一些怎麼講 振奮人心的一些文案啦 來囉各位 例如今年的德芬王絕緣病 打頭陣的第七七 將為2021到2022 賽季不可思議的結局架好舞台 你可以加入挑戰 運用你的天賦 帶領你的團隊在籃球之城 籃球之城就是次世代 次世代就是籃球之城 如果是本世代玩家 就是在郵輪 再來往下看 全新買Career更新 從低等到40等 充滿了實用的裝備 和精緻的服裝 讓你在身處的環境中展現自我 那40等就是我剛剛說的 彭射背包 正如NBA季後賽 快速飆向NBA決賽一樣 新世代玩家能夠利用40等 彭射背包獎勵 快速穿球在籃球之城 只有次世代有彭射背包 限世代就是本世代 本世代則可以換上NBA吉祥物 喔一旦你達到40級 你將會獲得一套NBA吉祥物 隨機獲得各位 隨機獲得 不能自己選是隨機獲得 如果你對不同的集散又感興趣 你可以去Swag那邊領取獎勵 欸他說的這個Swag 跟我這個想的Swag是一樣的嗎 那我啊 這邊要看到 這邊就會有吉祥物 公牛吉祥物 還有奧蘭多蘭教吉祥物 還有騎士隊吉祥物 哇還有快艇隊耶 反正為什麼快艇隊是一隻鳥味不動 此外次世代玩家如果達到30等 將可隨機獲得NBA吉祥物 哇 所以次世代可以獲得噴射背包 又獲得吉祥物 次世代玩家獎勵 40級可以獲得噴射背包 30級是NBA吉祥物 本世代玩家獎勵 40級是NBA吉祥物 30級是陣容吉祥物 各位這邊要看清楚 這是一個極大的重點 在TKO中崛起 這應該是新的模式 在冠軍人材基祥物世界裡 只有少數人能超越其他人 本季就在新世代 TKO向世界展示你的本事 TKO讓你與其他玩家對抗 優勝者將可晉級 並讓你面對更厲害的對手 保持你的連身紀錄 即可賺取高達4倍的經驗值 4倍 4倍 那這應該是有才次世代有 賽事獎勵包括技能增強 拳擊短褲 拳擊手套和10000VC 但是如果你輸了 你的連勝紀錄將會終止 若你倒退三級 你會被正式淘汰出局 這個模式應該就是一直對決的樣子 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是正在上面打拳擊賽嗎 應該不是吧 看來這個就是一個高手頂尖對決 你一直贏一直贏 一直贏就對了 反正不要輸了 一直贏就對了 My Team英雄集結 英雄時代去年在My Team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NBA2K22中 英雄歸來有望在第七賽季說這種產生印象 首先 壁畫來了 30名冠軍和挑戰者集結在一起 為你創造兩件宏偉的藝術品 這應該也是受賞獎勵卡 那他這個英雄時代應該就是去年那個漫威那個風格吧 去年你們記得嗎 有那種漫威風格的卡片 很非常中二的那一張那種系列 為了幫助大家開始旅程 My Team第七季中的第一集獎勵是銀河蛋白石 就是我剛才說的 Rion的強大風格在去年的摩登時代裡 獨領風刀 為什麼他這樣講呢 因為去年NBA2K21第一張暗物質卡片 就是讓威力神這種中二英雄漫畫版本 今年他為每位在My Team裡打開賽季選單的玩家 提供了挑戰者壁畫 這挑戰者壁畫應該也是收藏的 Rion將須獨自展開本賽季 至於其他完成壁畫所需的銀河蛋白石和暗物質 得靠NBA最佳球員 在總冠軍中奪得他們的終極獎勵 在那之前與Rion一起稱霸球場 並且為準備好你的陣容 以獲得完成挑戰者壁畫收藏獎勵 無敵9MB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收集挑戰者壁畫完畢 最終的獎勵就是無敵版9MB 那些組裝壁畫的冠軍們 可以期待在展賽季中 將這15名暗物質球員納倫德高級收藏中 這一次完成本收藏獎勵 不是教練卡 但我們會在之後進一步說明這個超棒獎勵 請務必關注NBA2K買聽推特 所以他之後會公布到底是什麼東西 應該蠻猛的吧 賽季回顧與賽事 回到現在5月20星期五 將增加新的賽季回顧稱霸賽成績 哇靠所以會增加新的稱霸賽 是不是 與目前NBA正永的買聽最佳隊伍 競爭 喔看來有新的 看來是有新的稱霸賽 加入啦各位 新的稱霸賽 買聽點數代幣明神堂會章 和無敵聽哈德偉 靠腰 無敵版聽哈德偉 就是在稱霸賽的獎勵 這張卡應該是沒什麼用 哈德偉距離幾身籃球明神堂 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 買聽裡的這張無敵暗物質彰顯了他的傳奇 基本上是沒有用了 在第一天之後 敬請期待第七季天天帶來的各種活動 無論是你喜愛的 喔增加更多的動態雙人組 那他這些賽季日程 就是那些挑戰之類的分鑽啊 也是他的一些任務 終局之戰講解 有沒有聽到 這個是不是漫威新電影啊 真的是啊 所以這一分一秒過去 終局之戰越來越近 你準備好了嗎 你的英雄們準備好了嗎 你的能力將受到考驗 忘掉你過去所認識的一切 這只能由你親自來體驗 等著你的有 來囉各位 這也是這一次第二個重點 買聽40等獎勵卡 無敵Edward 33等Mike Conley 本季升天卡 就是要翻卡 翻卡看運氣的 就是這一張 Joe Dumas 關鍵時刻100勝 就是這一張 Martin我也沒聽過 關鍵時刻獎勵 喔 Gilbert Arenas 那Unlimited呢 就是Michael Fenley 哇 Michael Fenley好像記得在2K19的時候 有一次出現在Unlimited 買聽選秀Moxys Marlon 哎呦 這次的都是有聽過的 三重威脅寶庫 然後Marx Aldrich 線上三重威脅100勝 就是這張 Wikings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念 再來即換獎勵卡 是San Kassel Kassel應該是 之前灰狼隊那個外星了吧 應該是這樣 我應該沒念錯吧 再來代替獎勵卡新增的是 Oscar Robinson 以及詹米森 Unlimited將再次提供選擇權卡包 讓你在獲得六枚冠軍戒指後 選擇賽季獎勵 而超越40等 選擇卡包 將再次回歸 帶來可供選擇的暗物質獎勵球員 反正呢 這個獎勵卡包 用選擇的我覺得非常好 這個可以刺激玩家 繼續玩這個遊戲 那W模式呢 這就是WNBA 這個我應該不用介紹吧 應該也沒什麼人玩吧 那底下就是他說的 2K Beats 就是新增的一些音樂 多新增這些音樂啊 好不好 底下這些就是之前的更新資訊 哇 時間過得真的非常快 2K 23也快出了 那這就是第七賽季 大概的更新資訊啊 各位你們一定要記得 明天絕對要來看我生日抽卡直播 一年只有一次機會 而且明天是抽好抽滿 抽爽抽爆 最後老樣子 還沒按下訂閱的 麻煩按一下 你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記得幫影片按個讚 追蹤我個人HFB粉絲 專家抖音帳號 全部支持一遍 那我是Zico 我們就明天見啦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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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